很多时候 一个失能的病人 足以拖垮一个家庭 但是多年来 李大哥却一直把家 和生病的媳妇都照顾得很好 早上起来 首先得给他打 打那个市市场 市市场打一道树 我这边边煮饭 我还整完这了 我得喂他 一喂他就得喂 一个来有食 吃不了又是抱我的胳膊 吃有时再不能吃 放早再冷一点点那么给 那个我还终运 我天天开突阿姨 我拉着他 在地头坐 他在地头坐 突阿姨能坐 我也穿个大姨 我自己在地干活 他会让他垃垃圾上去 我垃圾 我在家不忘记他卡哪 你卡倒了你 你不知道家没人 就得穿得什么眼睛 我得跟家我能瞅着 我干活他在地头坐 穿大姨在车上 就这么的 到点了 一天我走的 别人干活都是 你就六点钟准时下地了 我得七点八 我得七点八 等到前他吃完饭 我都给他整好 我上地 干了十一点准时回来 回来 我得给他试血糖 那晚上呢 哎呀 一球我都不睡觉啊 你得看他呀 他一会儿说腿疼了 你就都给他腿 一会儿说 说说腿疼了 你就马上给他腿疼了 昨年来 李大哥每天要拿出48小时的精力 来过24小时的一天 而且无论多累 他都把媳妇照顾得很精心 李大哥的不离不弃 精心照料 没有阻止媳妇病情的恶化 一年前 医院的病危通知 让李大哥怎么也接受不了 最后病危下来 说你回家吧 不行 你别造险了 你这已经不行了 打到最后了 那我都没个哈 我说不行 就砸锅卖铁 我说在这 就在活一天 我在这瞅他一天 他在活你 但孩子说 爸呀 你做得太到位了 他说 他还是以为我都做不到 以为我都做不到 这些就这么直点 我说那不行 你妈一辈子累了 这我都脚没治好 我都脚心都老不得劲了 就愧欲 这脚感觉还是啥没治好 是啥没治到 虽然只是猜测 但李大哥无法释怀 这样的心结 也随着媳妇的离世 永远地横在了李大哥的心里 我带着粉丝我哭 现在我也不敢去 我一去眼泪花 干脆你都指不住 那也没 这我不想说 再说一遍 我不想说 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出人头地 日子也好了 但是媳妇却不能和自己共享天伦 这是李大哥心里永远的遗憾 身边的人都劝他 日子呀 得往后看 大爷我都说 哎呀大爷 那护士都问我 大爷找老伴吧 你呀 你说这以前过去就算过去了 你对的假吗都看住了 你对的你够意思了 没有你做到没有这么干啥的呀 这一年来上门给李大哥介绍老伴的不少 但他坚持要过了媳妇的周年再做打算 头十多天看一个 你赶紧接着 你进屋我一手别人接着 我赶紧接着一手 这一手 抽脸多少还行 一手突然太拉撒了 你喜欢什么 厉害人 厉害人 但是胖一点无所谓 那可我胖一点的长度不在乎 就是主要是这一部演员 我看有那个形的 李大哥很在乎演员 他说只要演员对上了 那对方来自家就等着享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